自由的界限只剩下三件事,是沒有第四件事 第一,就是引起當時職格的危險 舉個例子,我講過,在disco你喊火燭,會引起人人潛達 這個自由是沒有的,因為它會引起當時的危險 第二,就是你用一些不實的東西去攻擊別人 而蓄意組織對方損害,這個就是誹謗 第三,是牽涉到私人,這個私人是包括個人層面 而去到國家的安全的秘密,即原子彈的秘密 不知道別人的老公老婆在做什麼,這個都是私人的範圍 但是幾種用不同的態度來對付 只是在第一個case和第三個case,是採取刑事態度去對付 第二個態度,第二種是用這個taunt,就是侵權 就是用這個民事訴訟來解決的 其實社會不接受的,社會不同意的,社會有沒有權禁止那個東西不准說呢,不准提議呢 舉個例子,現在社會大概都不贊助別人受教 那我可不可以提倡受教呢? 那原理上是可以的,因為呢,如果社會大多數不接受的東西,就不准別人去講 那於是呢,就永遠不會改的,這個社會就 因為呢,一提出意見那個呢,就被人家壓低了,那所有的意見都被什麽呢 所以呢,就永遠都不會改的,那對社會是沒有好處 我們看見我們的社會是不停地在改進的 就是,很多人以前認為不行的,現在認為不行的,就是這樣 而社會道德的觀念呢,是與時俱進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接受別人呢,是提出這個意見,這個尊重意義的精神 是這個民主自由的基石來的 到底言論自由是否包括主張武力去征服別人 那這個呢,就是首先要問你一個問題,你是否信仰自由主義 如果你不是信仰自由主義,就沒什麼好講的了,因為 你不是信仰自由主義,你就不應該講言論自由 你既然講得言論自由,那麽應該要應復於自由主義底下 那什麼意思呢?即是說,如果你是朝鮮人,完全沒有言論自由的 而你也接受這種狀態,那你不要講言論自由了,是吧? 不要用言論自由包裝你的權利了 那關鍵是什麼呢? 自由主義的最高原則就是,每個人都有他的自由 但是你的自由是不能夠侵害到別人的權利 如果當你的自由侵害到其他人的權利 那麽這個自由就應該被取締或者被約制 至少是,比如說我舉例 每個人都有唱歌的自由,跳舞的自由 但是如果你唱歌和跳舞,你阻礙到別人睡覺的 或者阻礙到別人的休息的 在民居旁邊就跳舞唱歌 那麽你的自由就侵害到別人休息的權利 那麽這些大媽媽就應該要限制,要約制 至少在某些時間不能夠跳舞,不能夠唱 某些地點不能夠處理這件事情,是不是? 這個大家應該用明白的事情 那同樣道理 就是,每個人都有他的自由 但是這個自由是主張要消滅其他人的自由 比如說宗教,我之前舉例 每個人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你可以選擇信仰不同的神,不同的教會 但是如果某一個教會主張用武力 事實上有些教會不是主張武力的 它是主張說,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的神 起碼是現代社會是這樣 那,沒有問題的 你是說服別人去接受 你是唯一的神,是不是? 但是如果那個教會就說 除了我以外沒有別的神 凡是信仰其他神的 我就用武力去殺死你 那這個教會就是邪教 必須要取締的 政治上也是 如果政治的多元 就是不同人有不同的政治的意見 那你的意見可以包括多黨制 這個的輪替制 這個的內閣制 不同的制度 你也可以說無政府 都可以說的 但是如果有一種意見 只有一種就是皇帝制 凡是說其他的都要被殺死 獨裁制 假掌制 蘇共就說要世界革命 第三國際 就說要搞世界革命 要消滅了所有資本主義 你不能夠包容這種意見 因為他的意見就是侵害其他人的基礎權利 那這些人是講不明白的 有些人說 為什麼說武力不可以 武力統一 為什麼不可以 那這個是涉及到另外一個問題 那既然你是信仰自由主義 你不是說言論自由嗎 那麼自由主義 講憲法 講國家最高原則是什麼 就是主權在物 主權不在任何國家裡的 不在任何政府裡的 不在任何固有的 什麼什麼什麼的 所有的主權 都是在地的居民的決定 這個就叫做主權在物 所以 我是贊成加州獨立的 這個 我是絕對100%贊成的 如果前提就是加州人同意 就加州獨立 我是贊成 如果沖繩人同意 沖繩人是可以獨立的 是不是 灰北黑 蘇格蘭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是在地的人 在地的人 他擁有在地的主權 主權是可以分合的 這個就是自由主義的最高原則 就是主權在物 孫中山也是這麼說 是不是 而 唯一去 行使主權在物的工具 就是當地的人的意見 就是當地人的結合 如果當地人願意統一 就統一 當地人願意分離 就分離 你是不能夠用武力 如果美國人 因為加州 美國的憲法 指明有3%的人 的同意 就可以發起公投 公投 如果有絕大多數的同意通過 那麼就可以獨立 那麼你如果 加州是宣佈獨立的 假設華盛頓DC 就是要武力征服他 那一定是要譴責的 一定是要阻止的 為什麼呢? 就是你不能夠 是用武力去迫使別人 去接受你唯一一套 的生活方式 是不是? 這件事情是不公義的 就是如果你是信仰自由主義的話 我說的所有的基礎 都是信仰自由主義而已 但是如果你公開說 我不信仰自由主義 我信仰奴隸主義的 我信仰奴隸主義的 那麼以上和以下的討論 是沒有意義的了 OK? 所以大家明白 為什麼 納粹主義是要取代的 不能夠言論自由包庇 因為納粹主義是說什麼? 優生論 納粹主義是說 將低等的民族消滅 將一些先天出世殘障的人 去排除 那是不能夠去接受和包容的 因為他說的話 其實就是損害所有這些人的生存 還有在社會安身立命的權利 那不能夠用言論自由去保障 是不是? 那這些是bullshit 所以言論自由可以保障很多東西 不應該保障用武力去征服別人 接受你的權利 這個就是第一個層次要說話 第二個層次 美國政府天天說要打仗 美國政府天天說要用兵 當然有很多是不公義的 剛涉別國內政等等 那些是不合理的 迫使別人接受美國的生活方式 是不合理的 那沒問題的 你就批評他也不合理的 是不是? 我也經常批評美國政府 就是他 這個通緝斯諾登 我認為也是不合理的 桑奇就比較複雜 但是關鍵就是 武力是什麼時候可以用呢? 只有兩種情況 我剛才講過了 中國文化講的武字 講得很精彩 武者從歌從子 歌就是武力兵器 武力唯一一種正義的用法 就是要防止別人去侵略 防止別人去屠殺平民 如果你見到別人屠殺平民 侵略你都不去阻止 你是奸賊 你是助就為虐 所以我經常 我試過一次跟學生講的問題 就是學生大部分都同意 我們不能夠干預別國內政的 他們長期接受了這一套言論 我去美國大學教的時候 全班都是內地生 就是他請我負責教內地生的 這個britching course 那麼關鍵就是 我就問他 如果你是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鄰國的總統 鄰國的政治人物 或者鄰國的平民也好 你看到德國人 在國內屠殺猶太人 你阻不阻止他 你阻止他 你阻止他 你不是干預別國內政 你阻止很多層次的 你第一可以言論阻止 批判、干涉 是吧 再進一步的就是用這個經濟封鎖 再進一步的就是武力 去壓止、揭止 你是可以這樣 壓止 不是揭止 壓止 關鍵就是 如果你看到別人用一些暴雷的事情 譬如說 敘利亞 敘利亞的政府 屠殺平民 你都不去阻止他 你看到美軍有時候誤詐平民 你都不去批評他 不去干預他 你就是助就違約的了 是不是 所以武力唯一可以用的 所謂解放 就是你要看到當地人 有暴力 當地人受到暴力的不平等對待 女性受到殘害 他們的子民受到殘害 新化武器等等 你不去阻止他 你就不是合理的人了 你就一定要用武力 在這個情況 第二種就是 第一種可以講久一點 所以美國的南北戰爭 其實就不是一種領土的戰爭 南北戰爭 絕對不是 只是領土戰爭 這麼簡單 或者這麼說 它背後就是一種解放黑暴的思想 它起碼是這樣的包裝 如果純粹說是領土的 要維持國家的統一 這個是不會得到 那麼多人的支持 擁護 因為國家統不統一 剛才所說 是有自由主義的 是不是 是每個省 每個州 應該有自己決定的權利 所以美國 它起碼南北戰爭包裝 它就要解放黑暴 因為粗爐是不道德 是不是 有些人會受到殘害 所以你看到有些人受到殘害 你也不會阻止 他不會干涉 他 那麼 林肯也有罪 如果是用這個 正義論的角度來解釋 那麼第二種情況 就是領土的防衛 如果你看到自己的國家受到侵害 自己的國民的利益受到侵害 軍隊唯一存在的最大價值就是 保衛國民 保衛自己國家的利益 或者保衛盟友 也是這樣 因為這個 就是見死不救的問題 而不是主張武力去征服別人 武力去統一別人 武力去吞併別人 那麼 我是主不主張統一 我也是主張統一的 如果好像東德西德統一 大家心願勝負的 這個是唯一應該主張 合理地支持統一的做法 就是兩個地區 一個國家兩個地區的人 或者兩個國家的人 他們願意是互相自由交往 最後願意是互相合平 那麼就是支持 是不是 勉強是沒有幸福的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 不能夠用自己的意志 就是加涉鋼 加諸別人身上 是不是 這個是自由主義最高的原則